女人每次洗完澡 哥哥都会躲在屋外偷看 可她却不知道为什么 妹妹的身体构造跟自己完全不一样 看着妹妹那曼妙的身姿 男孩心中的浴火一阵狂勇 可她又不知道 该如何克制住自己的身体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缩影社 两个过儿中流落到一个无人居住的热带岛屿 并发展出一段特殊的友谊和爱情 女主特别特别美 男主差点出了鬼 虽然紧急刹车 但是还是感觉怪怪的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于是男孩独自一人脱光衣服跳进海里 想要冷静冷静 不料这是一头饥饿的鲨鱼盯上了她 男孩奋力的在海里逃生 成功逃上岸的她 对着鲨鱼肆意的嘲讽 这还不算晚 她还兴奋的在妹妹面前显摆了一番 不料你还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反而骂她再拿生命开玩笑 愤怒的男孩将妹妹推倒在地 可都已发育成熟的二人 在如此亲密的气氛下 却显得无比的别扭 于是你还迅速把男孩推到一边 第二天一大早 当你还醒过来的时候 被床单上血迹吓了一跳 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还以为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 不过好在 这时突然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 小时候他们一家四口在海上遇难 已经七天没吃没喝 父亲对着亲儿子动起了歪心思 正当她要出手的时候 女人忽然提起一把长毛 重重的刺在她的后背上 男人痛的松开了手 然而女人却没有停手 而是直到男人不反抗了为止 随后冷静的将尸体翻了过来 确定男人没了呼吸 便狠心的将她推入大海喂鲨鱼 但新的困难却随之而来 小船已经在大海中漂泊了七天 要是再找不到路点 他们迟早会饿死在茫茫大海之中 就在女人奄奄一息躺在船尾时 突然一阵波涛把女人惊醒 她挣扎着爬起身 惊喜的发现 眼前居然是一座绿翼盎然小岛 她兴奋极了 赶紧调整好船帆 随着海风冲向近在咫尺的小岛 没一会便顺利登陆 脚步踏在细软的沙滩上 女人猛然一下跪地 怀中紧抱着两个孩子 失声痛哭 庆幸老天也让他们活了下来 然而真正的求生才刚刚开始 为了保护那艘至关重要的小船 女人坚忍着饥渴 首先将船帆晾干水分 随后又费力地将物资拽上岸 利用箱子里面的物资 建造了一个简陋 却至关重要的避风港 随后女人提着一个水壶 带着孩子们 打算在岛上寻找淡水和食物 幸运的是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条小溪 还找到了一大川香蕉 马上解决了食物的问题 突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转眼间他们就被淋了个透心凉 女人带着孩子们回到避风港 然而头顶的一块破船帆 根本没有半点遮掩作用 大风家带着斗力大小的雨滴 狠狠地砸在孩子身上 女人能做的就是将他们搂在怀中 然后用湿被子把他们盖上 在暴雨中苦苦支撑 幸运的是 暴雨没有持续多久 两个小孩也没有感冒 刚松了一口气的女人 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这个位置处于迎风面 女人必须得赶紧离开 不然下次暴风雨来袭 必定会要了她们的命 但在遇难之前 女人不过是一个富婆 根本不清楚岛上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领着孩子们跟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 可就在她陷入绝境的时候 男孩猛地拉起她的手 拽出丛林 当看见眼前一幕时候 女人直接跪在地上 依脸的不可置信 这里是一片非常隐蔽的沙滩 天气晴了如花般虚幻 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 当她转头望去时 赫然发现一间精美的小屋 矗立在高处 于是赶忙带着孩子们冲了过去 男孩进入小屋后 就一路跑到二层 到处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 看到这女人终于意识到什么 原来这是男孩曾经生活的地方 一想起男孩父母惨死的情景 女人不由自主地将男孩用入怀中 并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她 解决了住房问题 现在该想办法弄些食物 她拖着长长的裙子 在浅滩上补月 努力了一整天 才好不容易让孩子们吃上肉 接下来的日子 女人不仅要搭建柴队 勘察过往的船只 还要囤积好食物 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等孩子们都长大了 她还需要挤出一些时间来教他们文化 以免以后变成真正的野人 但值得庆幸的是 孩子们都很懂事 会偷偷捕鱼 为母亲分忧解难 然而正他们觉得 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时 一场意外改变了两个孩子的一生 这天暴雨将树枝吹断 在小屋上凿了个大洞 雨水狂涌入室内 女人赶紧跑到屋顶修理 孩子们打算一起帮忙 却被她赶进了屋 独自在暴雨中修理屋顶 不出意外 女人病倒了 加上小岛没有感冒药 她的病情发展到足以致命的程度 在孩子们担心的眼神中 女人也是交代了最后的一眼 让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最终女人被埋葬在了山顶 失去了唯一的庇护 孩子们伤心欲绝 不知所措 晚上他们睡在那张又大又空的床上 就像两颗柔弱的小草 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被大自然的残酷所摧毁 不过还好 直到男孩成为一个强壮的小伙 女孩也是那么的妩媚动人 他们也没遇到过什么意外 小岛虽然与世隔绝 但有两人的互相陪伴 也不会感到寂寞 可这样的悠闲的日子 就像是被老天爷嫉妒一样 就当他们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时 危险却正在逼近 这天男孩在捕鱼的时候 在一出岩石缝中 捡到一个贝壳 回到船上把它撬开后 发现里面居然有没有大又量的珍珠 然后当做礼物送给女孩 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如此珍贵的东西 对人类社会的意义 更不会想到 这颗珍珠会让他们陷入怎样困境 第二天他们正一起执着渔网 你还望着远方猛的跳了起来 兴奋的指着大海 一艘巨船正从这个小岛缓缓驶来 他们苦苦等了将近15年的救援 就这么凭空出现在眼前 两人一路狂奔向山顶跑去 准备点火 传递求救信号 可这时你还忽然意识到什么 示意男孩先拿望远镜查看 如果遇到海盗那就麻烦了 可就在男孩抬起望远镜的时候 竟看见有只小船放了出来 正缓缓朝着坐岛驶来 他以为遇上了海盗 女孩也很害怕 急忙抢过望远镜 但船上的女人吸引到了他 华丽的衣服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母亲 想到这两人再也不顾安慰发疯似的 向山下跑去 等赶到海边的时候 那群人也刚好上岸 他们意识不住内心的兴奋 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别人眼前 船长一看 以为是遇到了眼 并命令随手随时准备开枪 男孩一口标准的汉语 让船长感到很是惊讶 更没想到的是 男孩居然还会握手 这可把船长等人整得一连猛 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 原来是他们的淡水即将见底 这才迫不得已上这座小岛修整 在得到男孩登岛允许后 船长激动的领着女儿 介绍给两人认识 你还对船长的女儿 那华丽的衣着很是感兴趣 毫不客气的上手到处乱魔 好在船长女儿不介意 还慷慨的送了一条彩带给你孩 气氛非常和谐 但谁也不会想到 这次友好的会面 最终将酿成一场大灾难 晚上他们请船长在家里吃晚饭 饭菜的质量之高远超乎意料 吃起来一点也不比五星期九天差 就在一桌人讨论着饭菜时 船员意外发现 你还装饰在头上的那颗珍珠 如此珍贵的东西 足够在城里引起一阵骚动 兑换成人民币 能买上三栋别墅都不夸张 想到这里 船员的目光 渐渐凌厉起来 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 然而危机还远不止于此 第二天船长拿出衣服 教会他们如何打扮自己 为重返文明做好准备 男孩的身材本来就很好 换上西装后显得更加英俊 船长女儿一眼便喜欢上了她 结果她也叫跳舞游 在女孩面前与男孩搂搂抱抱 看的女孩心里很不是滋味伤 心得跑出了小屋 男孩本打算追出去 可姑娘却死死抓着她的手不放 性格单纯的她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红颜或水 经过这次之后 男孩像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就知道皮姑娘完 直到深夜才回家 与单纯的女孩相比 和见过世面的姑娘相处 明显要有意思的多 为了让男孩多陪陪自己 女孩把植物色素吐在脸上 模仿姑娘的样子 并且还做了一个很好看的发型 期盼着爱人的夸奖 但却遭到了钢铁直男的嫌弃 一气之下 女孩独自来到水潭中清洗 但她并没有注意到 船员正在岩石上窥视着她 看着女孩 那让所有人都维持心动的身材 她与力气膨胀 接着她带着枪从岩石上下来 拦截刚刚上岸的女孩 男孩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她赶紧遮掩住自己的身体 绝望地向男孩大声求救 可船员好像并不害怕 因为此时男孩正活姑娘 躺在床上睡觉 即使你还叫破喉咙 她也听不到 未及关头 你还只要拼了命地逃跑 还没等她跑多远 就被追上来的船员 薅住了头啊 然后把她拖进小屋 逼她把震珠交出来 就在这时 刚办完事的男孩准备回家 隔着老远就听见女孩的求救声 男孩发疯似地跑回小屋 一眼就看见船员正企图对女孩施暴 她立刻扑了上去和船员搏斗 没想到男孩根本不会打架 转眼间便落入了劣势 更糟糕的是船员随身携带的那把枪 眼看阴谋未能得逞 就要杀人悔计 尽管你还拼命把船员撞倒在地 可子弹仍然 打中了男孩的胳膊 争斗中猎枪掉落在地 男孩迅速夺过手上 局势瞬间发生逆转 可善于使用长矛的男孩 根本不知道如何扣动扳机 船员直接上手抢夺 争斗中他将男孩狠狠摔出小屋 骑在他身上 准备给男孩最后一击 听到枪声的船长姗姗来迟 他命令手下阻止了这疯狂的行为 可怒上心头的船员 根本没打算放过男孩 抬手就是一枪 男孩拼命地逃跑 一路跑到了浅滩上 眼看就要无处可逃 男孩直接跳进了鲨鱼活动的海域 船员也一头扎进海里 然而精通水性的男孩 很快就游上岸 他望着那被鲨鱼包围的船员 并没有一丝的怜悯 最终他成为了鲨鱼口中的食物 经过这件事 两人对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想象 商业之后 他们放弃了这15年的等待 决定留下继续过着 与诗隔绝的生活 在落日鱼归下 大船逐渐消失在了海面上 两人相拥在岸边眺望远方 心潮起伏 难以平静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